2月17日 英国王室专家表示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 升任英国太子妃的威尔士王妃凯特 最近任用了新的第一女官 这个改变出乎公里上下的意料 似乎是要以这个强势新人的启用 回敬总在美国媒体上 远程无端攻击自己的弟媳美根 然而在义军看来 却更像是要避免有更多的小孩子 遭遇哈里那样悲惨的童年 最近 升格为太子东宫的英国新肯顿宫工作人员 迎来新的重大人事变动 宫里来了一位新高管 梅尔士王妃任命51岁的爱丽森 利菲尔德为自己的第一司主 这位女士是一个有名的品牌管理者 曾经是英国有名的电视烹饪节目主厨 杰米奥利夫的团队领导 帮助节目策划了反儿童肥胖和减少学校垃圾食品的运动 虽然与他共事的人都把他形容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女魔头 但也许正是他的工作经历和这种强悍的性格 让当上了威尔士王妃的凯特看入眼了 毕竟英国王室第一好儿子儿媳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和梅根 自从离家出走去往美国定居后 就总把公鸡的矛头和靶心对准当大嫂的凯特 而按照英国王室的传统 身为敌掌席的他只能不解释不抱怨 把苦水强往肚子里咽 奥普拉访谈带来的形象动摇 通过费利普亲王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葬礼 勉强有了一点修复 而二弟哈里新书备用中的极致细节描述 又让凯特和威廉夫妇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大幅度下滑 连生日都过不好的凯特 不窝火吗 不憋屈吗 全球吃瓜群众疑惑地看着他那张 不动如山的脸和公务时亲切的笑容 现在通过新人的任免我们知道了 凯特真是窝火急了 憋屈急了 只是不能对人说 但是火山和洪水是堵不住的 压抑得越狠 反弹就会越有力量 这一点 肯辛顿宫的破局者 克菲尔德女士的走马上任 就是最明显的标志 对此英国王室传记作家 邓肯拉克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自己看来 除了所谓的事业上的追求报复之外 凯特聘请新的私人秘书 还饱含着要对轴里梅根 报复的欲望 因此此前就有宫里的消息人士表示 克菲尔德的任命不同寻常 肯辛顿宫因为他的空降 改变了局面 十分出人意料 专家拉克姆说 自己觉得凯特的新女官任命 非常有说服力 凯特如今是威尔士王妃 要把这个工作做好 她的肩上压力很大 她今年正处于41岁 这样一个成上起下的年龄 是王氏的壮劳力 她担负着王氏与家庭 年轻与老年人之间桥梁的重任 是所有新闻和报刊 最前沿的关注阵线 如今 这位最前沿的王氏领军人物 选择从宫外招募管理人员 让一个精通媒体和品牌的聪明人当助手 让关心她的人难免感觉紧张 担心她可能会在战斗中 出错给敌人送分 专家拉克姆所指的敌人 正是远在美国的好莱坞公爵夫人美根 美根算得上是凯特的亲弟媳 在全球看着查尔斯两个儿子 一点一点长大的人心中 原本是预想威廉哈里两兄弟 长大后携手战胜卡米拉 这个邪恶的存在 伟大纳王妃复仇的 然而苏塞克斯公爵哈里 自从娶了媳妇后 出人意料地把自己的刀 指向了异母同胞的大哥威廉 顺带还有曾经相处的 非常好的大嫂凯特 很多人把哈里的倒行逆施 归咎为她的美国媳妇美根 所以专家也认为 任命一个女魔头性格的私人秘书 其实是凯特对美根的抱负 但是凯特自己不是这么表达的 她从小叔子哈里的人生中 看到了应该努力的方向 原生家庭幸福 一向喜欢小孩子的凯特 决定要为家庭不幸的小孩子们 做点什么 她雄心勃勃 要提高英国儿童早期发育的环境 并且把这个项目命名为塑造 还盖章为自己将要奉献一生的工作 因为她认为孩子生命形成时期至关重要 在上个月 启动倡议大会演讲中 威尔士王菲表示 自己的项目从根本上说 是关于关注幼儿的重要性 以及她将塑造出怎样的成年人 为生活奠定了基础和基石 学会了解自己 了解他人 了解生活的世界 不仅要了解早年的重要性 而且要知道 所有人都可以做些什么 帮助培养未来人类 有一个快乐健康的成年世界 凯特有君子之风 卡米拉凭借自己的善解人意 忽悠的查理三世很开心 不过英民众和威廉王子的反对 把卡米拉推上王后的宝座 成了人生大赢家 幸好丹安娜王菲已经不在人世 如果看到这一幕 她恐怕会气晕过去 眼看加冕仪式要进行 卡米拉虽然有病在身 依然笑得很灿烂 无法掩盖自己心中的得意之色 只是有点遗憾 别的王后登基的时候 他们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皇冠 而她好像没有这个命 只能选择别人用过的旧王冠 其实也没有啥可选择的 英王室只有三顶王冠 一顶是亚历山德拉王后的 一顶是玛丽王后的 还有一顶是属于伊丽莎白女王的 前者因为年代久远 已经不适合佩戴 卡米拉当然不会选择 后者卡米拉不愿意选择 伊丽莎白女王是不同意 卡米拉嫁进来的 当时非常反对 哪怕是相处这么多年 伊丽莎白女王也对卡米拉很不喜欢 只是迫于查理三世的关系 才会选择低头 在心中一直不承认卡米拉 卡米拉也非常不爽 不愿意选择伊丽莎白女王用过的网冠 现在可以使用的就是玛丽王后的 但是心里总有点不爽 戴一顶旧王冠不舒服 查理三世也是个小气鬼 不想掏钱 做一顶王冠当然不便宜 花费可是非常大 面对卡米拉的不满 查理三世也不能视若无睹 便想了一个办法 把玛丽王后头上的宝石 换成伊丽莎白女王的 这样算得上是翻新 跟玛丽王后的王冠略有不同 算是勉强应付过去 之前查理三世拥有康乌尔公国 手上还有些零花钱 现在已经给威廉王子 他手上能动用的钱财已经不多 大半要靠英国民众支援 当然不能随心所欲花钱 而英国民众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如果看见他们如此奢华 肯定反对君主制 这顶王冠是1911年制作成的 上面有2000多颗宝石 高25厘米 重量只有一斤多 配上紫色的雕绒 看上去非常的华丽 卡米拉还是减便宜 玛丽王后也没有戴几次 现在又重新翻新 总比没有墙 而且已经拥有地位和权利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 也要向他行屈膝礼 不能够忽视他的存在 万一查理三是老糊涂 卡米拉还可以主持朝政 威廉王子也要听他的话 如果不够孝顺 可以惩罚威廉王子 让他名誉扫地 威廉王子真没有魄力 无法说服自己的老父亲 一把年纪 没有必要霸占着王位 不如在庄园里想想轻浮 可是人家执意要登基 根本没有在这方面的想法 还让卡米拉当英国王后 一点都没有考虑到 英王室的未来 但凡醒悟过来的民众 肯定不能供奉这一群人 如果做英国王后的 史丹娜王妃 无论花多少的钱 英国民众都会支持 大家都对他喜爱的不得了 认为他配得上这顶王冠 但如果要换成卡米拉 众人自然有意见 这就是明星 查理三是眼瞎 大家的眼睛可是血亮的